反噬脂肪会导致高档固醇和心脏疾病 而它的主要来源是部分氢化油 我国因此介化禁止使用部分氢化油 希望从长远的角度减少医疗保健开支 不过要如何确定哪些食物含有部分氢化油 是一大挑战 确认食物是否含有部分氢化油的最好做法 就是检查食物标签 它们通常会被标注为反噬脂肪 或是氢化植物油 但对于一些本地美食来说 可能连负责烹煮的小贩也不清楚 他们使用的食用油可能成为罪魁祸首 新加坡食品厂商联合会则指出 本地大部分食品生产商 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不用部分氢化油了 因此不会受新措施的影响 新加坡是继泰国之后 第二个宣布禁止部分氢化油的亚洲国家 卫生部表示将给予业界时间调整 有关禁令的细节将在迟些时候公布